你是要跟理想站在一起還是要跟現實妥協 那你接不接受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失敗 那個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永遠都是最美好的 我是蘇文玉 那我到成功大學應該將近二十年了 除了平常在學校的教學研究服務工作之外 那這幾年在推動一個偏鄉的教育的工作 計畫名稱叫Program Award 這個組織通常推動的都是跟科技有關係 但是科技會連結到其他東西 你利用科技來關心你的環境或者是文化 我們覺得這個所有的教育的方向 沒有辦法跟得上世界在尤其資訊科技方面的進展 我覺得需要要改變 所以我後來開始去研究一下 各式各樣的入學方案選擇離開體制 所以那時候促成一個動機是希望從小學開始做起 我們假如想徹底去改變教育的話 那應該是從源頭開始越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想要從弱勢的孩子開始 找了好多個地方打了無處處的電話 然後最後才落實在嘉義的海邊 孩子根據他不同的秉性 有的孩子呢是你需要給他開放的環境 有的孩子你需要督促他念書 所以我們帶的孩子裡面每一個都不一樣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方法是適應所有的孩子 所以什麼叫一個理想的教育 我覺得就是讓每一個人可以找到他的坑 他可以跳下去 然後他覺得可以在裡面悠悠自在 要因財思教不是嗎 我那時候立下的目標是這樣子啊 當偏鄉要變成樂土 我到那地方去之後 我的最大的感想是 政府不管投再多的資源在這些弱勢地區 他就像無底洞一樣 我們一直在灌輸孩子一個想法是 你今天所得到這些東西不是理所當然的 我去做一場演講可能是三千塊 可是我來這邊是交不用錢的 那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啊 那你們長大以後呢 你們願意開始回來 開始帶你們自己這邊的更小的弟弟妹妹嗎 我們今年開始有第一個孩子要上大學了 他開始回到他的國小 開始教現在國小的小孩子 最基礎最基礎不需要用電腦的程式設計 對我們來講這就是個正循環 那希望這個正循環可以越闊越大嘛 那因為我們過去只教程式 但是其實蠻少去注重他們家鄉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發起一個計畫叫做看見家鄉 看見家鄉的計畫就是讓他們從平面的角度 從空中的角度去看見去報導他們的家鄉的每個地方 等於是科技結合媒體素養 跟人文關懷 人文生態關懷結合在一起的一個課程 所以我那時候想法是 你假如不去看見你的家鄉本身的問題 不去關懷你自己的家鄉 讓你離開之後不會回來 我們想透過這些活動 讓它跟在地的不管是風土 不管是人產生連結 你才可以產生牽絆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那當偏鄉變樂土的時候呢 我這個計畫就可以結束了 Program at World是從2013年開始 2015年我們就申請民間團體 然後從那一年開始 我們有一些方針就有點改變 就是我們比較是在訓練老師 而不在直接教小孩 我們尊重在地的老師 你想做什麼 這解決方案都是在後來的過程當中 慢慢去找尋出來的 也就是從一個我認為 Programming is everything 的一個教授 變成Programming 是一個simply 是一個supporting factor 這個體會需要你真正參與教學 然後真正去了解很多學校的現況 我們想告訴很多老師就是 你只要願意把孩子教好 我們就願意全力當他的後盾 你看我們在整個的組織的討論的時候 都在討論一件事情 你是要跟理想站在一起 還是要跟現實妥協 你可能會冒險說 可能三年後Program at World就消失了 你可以接受這些未來的不可知 你就去做了 那Program at World一直在幾乎每年都在修正方向 八個十個可能性的專案 可能只會有一個或兩個會存留下來 像看見家鄉就是這些存活下來的 那你接不接受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失敗 那個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永遠都是最美好的 我們希望Program at World一個搭舞台的人 然後讓我們輔導過的老師 他站上舞台 然後去影響到他的周圍 因為他們才是最貼近孩子 所以我們希望讓老師能夠站起來 讓老師可以為他現在在做的事情覺得很驕傲 我覺得就是Program at World要做的事情 讓他們變成是大家看得見的光芒 而不是Program at World Program at World這個組織 我覺得早晚是要消失的 但是老師這個職業是不會消失的 這是我的DFC故事 那你的呢? 有什麼問題 我們知道 像紀錄居一樣 那你哪怕